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还是跟之前一样 我会先上一点金花 好 接下来是一样 收洗一下毛孔 不是特别多 一点点就好 就点在毛孔会粗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 等它稍微干一下 只撑 不要讲话 我们继续 今天我挤的量比平常会多一点点 因为毕竟要去 会有很多摄像头嘛 会照相 然后皮肤要看起来更加的细腻一点 所以粉会比平常我画的时候要厚 我们家猫先给你聊天 我会由脸中间的位置开始上粉底 然后往外 往外侧晕开 这样有个好处那就是我基本上 因为我本身这边的肤色会比较深一点 所以它会形成天然的修容 好 接下来就是眼妆了 我用的就是很普通的这种眼影盘 随便买什么都可以 我会混合偏暖的颜色 偏暖的咖啡色 就是还有棕色 与之前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是单眼皮 所以呢 我只是想加深一下我的轮廓 大概是这样 然后今天我会跟平常有一些些许不一样的是 我中间会用到第三种颜色 就是比最浅的要深一点点 比深的要再浅一点 然后这个颜色会有点偏橘 然后它会有一点点的shimmer 就是有一点点的烛光 我会将它画在眼睛 就是最亮的部位跟 最深色部位的交界处 好 有看的区别吗 画好这个颜色之后 再回到最深的那个颜色 画在眼头 好 看到区别吗 再在眼尾补上一点点 这个 大概这样 这个颜色的颜色 然后我再把这个烟熏的下眼 也连眼尾的位置 加深一点点 连到上面这个深色的一颜色 好 接下来又是重头蟹了 用一只圆头的干净的刷子 沾有一点点珠光效果的 最浅的一个颜色 因为我肤色比较深 最浅也不会到白色那么白 它只是有一点点类似像杏色 带有一点点珠光 然后点在眼睛中间的位置 可以看一下区别 好了吗 好 接下来用同样的刷子 淡走一点上面的眼影 让它尽可能干净一点 现在开始晕染 依然是由中间的位置 往周围去扩散 然后带到眉头 眼尾的位置呢 轻轻往外拉一下 好 看到区别吗 好 这边也是一样 带到一点点鼻根的位置 好 最后再加上一点点性色 加深一点轮廓的对比 一点点就好 然后晕开它 走到最上面 好了 接下来是用尖的 斜的刷子 我是单眼皮 而且比较重 所以我如果画很实的眼线的话 会非常奇怪 一般情况下 我就会用眼影来代替眼线的作用 尽可能靠近 睫毛根部 眼尾稍微平拉出去一点点 好 看一下效果 接下来这个步骤非常非常重要 将眼皮稍微抬起来一点 将眼影用轻轻按压到 睫毛之间 延伸到眼头 好 只要你眼影不会粘太多在上面 而且它着色好的话 就不会掉进眼睛里 我今天用的是Dior的 眼妆这样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然后最后加上一点点深色效果 再一下眼尾 就位置一点点就好 不要太多 好 眼妆基本上就完成了 涂睫毛膏 我的睫毛是刚撕来的 所以它再怎么夹它都是很直 所以我已经放弃去夹它 都是直接 直接涂睫毛膏 不要这款睫毛膏很好 就是 因为它不防水 所以如果下雨天 是户外活动的话 我就不推荐这一款 下睫毛的话一点 眼妆就算是化完了 接下来是腮红 腮红今天我会用到两款 一个是比较红一点的 作为第一色 然后我会画在 颜骨以上的位置 延伸到一点C字型 好 你看到区别吗 为了让皮肤显得更加光泽 我会再选择一款 带有金色 闪粉的 因为拍照会比较好看 依然是涂在颧骨以上 这个位置 看它区别吗 这边是有的这边是没有 然后鼻根再来一点 你直接先到鼻头的位置 下巴 接下来是 眉毛 出席活动嘛 需要比较有气场 所以今天我会将眉峰 刻意画高一点 而眉头会压低一些 然后再将眉头晕远开 再过度自然一点 看了区别吗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对比着来画就可以了 对比着来画就可以了 好 这大概就是 妆容的一个笑话 然后最后 涂上一点点 涂上一点点 这样多余的 扫掉 因为今天的眼妆 这个位置已经非常的突出 所以不需要再涂一个非常红的一个口红 所以我拿出了我的最爱 棕色系的一个裸色 好了 这个妆容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我会去换衣服 然后戴上一些小装饰 希望会对里面有帮助 下次见啦